0403强震重创花莲观光后 凯米台风又再次让花莲对外交通全部中断 暑假住房率直接腰斩 而连一成都不到 而对旅宿业者无奈表示 这是花莲有史以来最惨的暑假 0403强震之后 花莲观光业者好不容易撑到了暑假 不料凯米台风夹带狂风大雨 又再次让北回铁路 苏华路廊交通中断 冲击正后复苏的观光旅游 让旅宿业者感叹 没有见过这么惨的暑假 7月份截至目前为止 最高住宿率落点在19号到21号 封年节的三天 平均大约有35%左右 那原先我们认为 在诸多活动的加持下 到7月底也有25%左右 稍微有些起色的成绩 不过在台风铁公路全段的情形 目前已经接到50%以上的推定电话 到7月底为止住宿率仅剩5%到8% 那8月目前也只剩下16%的住宿率 7、8月这个暑假 好不容易我们因为花莲有一个 这个就是联合风年纪 我们的住房雨稍微上升起来 可是一个台风可能又要把我们打回原型 那所以其实交通的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一再的强调跟呼吁 交通的部分不管如何 一定要给我们一条所谓的替代道路也好 安全回家的路也好 让观光客跟所有的花莲的旅客 住宿的民众都可以安安平平安安的到达 虽然交通部推出多项旅游补助优惠 不过业者还是希望天候稳定后 能够协调加开海运空运 让旅客进得来也出得去 记者综合报道